大家好,我是玲珑河雕 咱们这期视频教一下花篮的编织的简单刻法 这个因为那个桃盒上的孔洞比较多 面积比较少,大家可能看不明白 所以这次呢,咱们拿一个橄榄盒做的稍微大一点 把花篮编织的方法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咱们拿那个大刀 大一点的刀具,1.5左右的平刀 咱们把它推平 呃,当然咱们这是那什么啊 咱们这是教方法 咱们在橄榄盒上和桃盒上课,没什么太大区别 但是说是,得用这个那什么 但是这个,得修平是真的 咱们先简单的给它修平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只能在15分钟左右 15分钟就上传不上来了 一般到了12分钟左右就审核不过 所以我尽量把时间压缩的短一点 这样咱们用那个1.5的刀把它修平 这种情况下就是修不平 你看这种它不平 然后可以用刮刀就简单的给它刮一下 就刮平了 但是咱们那个就不刮它了 大家知道是个平的就行了 咱们教方法 方法学会了自己做干净利索一点 这样呢,我们把它做完了 假设它是个平面啊 咱们假设,因为上面有刀痕嘛 不平,咱们假设它是一个平面 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做编织 把这个编织呢,取决于大家想做多宽 如果要想做的窄一点的话 刀具就一定要窄 越窄呢,可能显得越精致 所以咱们那个自己决定做多宽多窄吧 首先咱们画横线 如果要是有笔的话 有那种做玉石的笔 可以拿那种笔去画一下 我这说话喘气有点接不上气啊 这刚才爬楼来着 刚回来 还有一个煤气罐在下面背上来了 首先我们这样给它推平 这是一刀 咱们继续推 一定这条线呢 咱们尽量打的直一点 如果大家做的打不直的话 咱们可以画线 画一下,然后再渴慢一点 这个线呢,一定要分的比较平均 距离宽窄,尽量一样 这是规整的做法 如果是我想做那种不规整的 毕竟家里面编的小框呀 小土栏啊,这些东西 它好像说是不是很规整 但是咱们要想做规整的话 就尽量规整一点好看 咱们这样给它画线 画的直直的 距离控制的尽量规整 这是咱们这种的是 因为咱们教的方法 也没那什么也没具体的说 是拿那个线好好给画一下 但是呢,总体来说呢 还算挺直吧 咱们简单的画上线 画上线之后呢 咱们现在打那个 隔一个打一个竖条 编织不是横条和竖条组成的吗 那比如说,假设说 咱们先做一个竖条啊 假设在中间做一下 我们从这个位置做一下竖条 这样,两刀才能形成一个小线条啊 就也就意思什么意思 这个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 咱们正常看到那个编织的东西 然后它们在那什么 在那个互相穿插 把这两个哪怕想成两根线也行 它从这进去的就要从这出来 咱们,行,咱们赶紧快点做吧 时间不太够,我得快一点 这样的话大家能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 我呢,先隔一个,你看 隔一个给它画一个 那这面我也给它画出来 这个不用刻 从这块再画出来 因为咱们这个时间实在是不够用 我发现时间好像不太够用 我加快点速度啊 这样呢,咱们就形成了一个竖条 那第二个竖条从哪儿刻呢 第二个竖条肯定是从这条线上刻的 你看这条线上一刀也没有 咱们从这条线上刻 从这里一个竖条刻上去 说白了是不是有点像气墙呀 不知道大家工地干不干过活啊 我工地干过活 有点像那个气墙的感觉 这样 然后这个从这块再穿出来 那我快点做一下 时间不是很够用 那这边不一个道理了 咱们这边也是一个道理 你看把它掐断 这样它互相就穿插走开了 然后我们要做高低层次在 做高低层次的时候比较重要 特别重要 不是比较重要 大家把距离一定要打好看了啊 不要打的这么斜 也不要打的这么斜啊 看打成这样了 也不要打的这么斜 距离当然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好看 规规整整的啊 这有点斜了已经 但是咱们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做 之后呢我们现在把这个位置 把这个横条 它不是竖条吗 这个看不见的竖条 这个一层层下来 咱们把这个横条 从这底下压过去 就这样轻轻的给它刻低 这样咱们给它刻低进去 其实这只是最简单的编织啊 属于也没有规定说编织不能斜 但咱们做的本来是不斜的 你看咱们把这个竖条压进去 想象一下它是一个很软的一个小 小编织的一个材料 从这里压进去了 它就要从这头拿出来 它要从这面翻出来 所以这面呢一定也要刻低 这样我们从这边刻低了 这样的话这根小条呢 从这块进去就要从这边穿出来 然后它要它你看这根在底下从这穿过来 它肯定要压在底下 所以它呢还要从这还得穿过去 咱们先这样刻着 这样刻进去 我就刻成几根啊 大家进行比较高低的立体感 大家进行自己进行比较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这样呢咱们就做成一个这样的状态 这个桌子比较晃啊 大家我得慢点给大家看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状态 那形成这样的状态 还是不够的呀 咱们要 它是咱们要把这个 这个竖条的线条也做出来 比如说比假如说啊 我现在把它刻的稍微低一点 大家就能看出怎么回事了 我刻的低一点 这个咱们忽略它 因为下面咱没做 咱们就从这块走吧 你看这条线走走走 它还要从这底下钻过来啊 咱们给它钻过来 可能讲的有点啰嗦 不太明白 大家慢慢理解吧 看着刻 能理解应该 你看从这这个条 横条从它钻过去了 那它要从这边穿出来 所以它还要低啊 把它再刻低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编织方法 用它来延续 能做出很多复杂的编织方法 咱们从这边穿出来了 之后呢 咱们得有个逻辑 我真没拿绳啊 不然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根 这个小条很软 从这穿过去 然后呢 它又转过来一个弧度 把它压在底下了 它既然压在底下 那它的高度 和这个上面这个高度 和它的高度 这个竖条的高度 和这个横条的高度 一定要比它低 比这个横条的低 也就是说 它被它压底下了 它就要低 所以呢 咱们把它刻低 这样呢 它就被压底下了 形成了一个高低的层次 那这边也一个道理了 你看这小横条 咱们把这个 你看这个横条从这进去 从这边出来了 咱们要从这边给它做出来 做出来 这之后一个道理 它还要压着它呀 那把它也刻低 这样就分成了三个小层次 两根小绳相当于 形成了三个小层次 这样呢 一点点就把它编织起来了 但是咱们要把这个小横条 都做的 规规整整的啊 别像我这样做 可能讲的不太明白 一个横条竖条 说的也不太明白 然后再简单走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我现在从这块钻过去 这小横条 从这个竖条底下钻过去 从这个竖条另一边钻出来 这样它就钻出来了 好了钻出来了 钻出之后 它呢 要从这绕过了一下 压着它 从这会儿又从这个竖条底 又钻过去了 好了 这样都都钻过去了 钻过去之后呢 咱们把这横条 你看这个线条不好看了 就要给它修好 因为用桃盒下面孔洞比较多 大家看的不太明白 所以用橄榄盒给大家演示 也许看的能更明白一点 之后呢 这个咱们再说这个竖条的事了 它呢 你看这个横条 从它底下钻过去了 这个横条呢 就要从上面压过来 压过来的话 你看它的高低 它们是平的 肯定不能是平的呀 因为它 它压在它上面 它肯定就低呀 横条压在竖条上 那竖条就肯定要低 所以你要把这个高度给它修低 这样就形成了立体感 哎呀 这个做的是真晃呀 大家将就是看啊 我的条件很有限 也就这会儿光线好一点 我看看将来能不能转个好地方 给大家录视频吧 这光线手机比较晃 那这边一个道理了 它肯定要低了 就压在几下了就 所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编织的效果 下面那个小条呢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不给大家刻了 上面这根 将它形成一个对比 将大家能形成一个对比 但是大家做的时候 要把这个小树的编织的一个小条 尽量画一下 画的规整一点 它一样粗细 宽度呢 树的上下都一样粗细 这效果会更好 让大家做的粒粒缩缩的 简单的说一句再啊 就是这根小横条走过来 从这竖条底下钻过去 从这边出来 下面这根横条呢 从下面这个钻过去 从这边出来 它要一弯把它压在底下 这样就形成了编织的效果 它非常非常简单 也许我讲的不太明白 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 然后大家呢 自己再理解理解刻一下 很简单的 这个看两遍 我觉得怎么也会了啊 我是玲珑河雕 感谢大家的点赞 感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啊 这个刚爬楼 刚缓过来气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谢谢大家的关注